经常随地乱泡垃圾的人要注意了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可明表示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正在立新法 乱泡垃圾者将被罚款 惯犯则需要参与社区服务 穿上该部特别定制的制服 清洗街道和勾取 他指出该部将提供特别的定制制服 给予随地乱泡垃圾的惯犯 让他们身穿制服 参与社区服务 清洗街道和勾取 就如同遭到反贪会拘留的人士 会穿上承受的T恤 那些需要清洗街道的人 参与社区服务的人 也需要穿上特别定制的T恤 他还强调保持街道清洁 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 尼可明相信所有马来西亚公民 都具备基本的公民意识 乱泡垃圾是不可以接受的行为 他呼吁大家像维护自己家中环境那样 保护公共空间的卫生 此外 马来西亚明年将担任 东盟轮职主席 并计划举行多达357场国际会议 接时预计会有超过2万名国际代表 国家领袖和世界领导人来到马来西亚 尼可明表示 我们有责任展示一个干净文明的大马 向国际社会展现我们最好的一面 尤其2026年是马来西亚旅游年 其实早在今年8月份 尼可明就曾经表示 该部正在研究修订 1976年地方政府法令 涉及对随地乱抛垃圾的违法者 进行更为严格的处罚措施 他透露这些违法者将被要求在烈日下打扫街道 并且他们会通过Tito等社交媒体进行宣传 警示那些随地乱抛垃圾的人 与此同时 被誉为马来西亚马尔代夫的仙本纳 也因为环境问题受到关注 当地商家反映 一些游客虽然认为仙本纳风景优美 但也对其落后和战乱表示失望 甚至表示不会再来 所以周围公民 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 为创造一个更为清洁 更美丽的马来西亚贡献力量 让我们共同努力 从今天开始从身边做起 杜绝随地乱抛垃圾的行为 感谢观看